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明天两天呢 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在迎风明的南部地区呢 天气相对是不稳定的 而气象局针对了我们台南市 高雄市以及呢 屏东县发布了大雨特报 也请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留意瞬间较大的雨势 而在中部地区的雨势呢 我们带您看到在局部地区 是会有震雨的 而其他地区上半天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在中午过后呢 午后雷震雨的发展之下 在山区还有呢 近山区的平地 以及我们的大台北地区 都有可能会出现瞬间的大雨 而在气温的部分呢 除了南部地区呢 高温是30 31度之外呢 外岛的澎湖跟金门呢 高温是呢30到32度 而台湾其他地方是32到35度 但是要特别提醒气象局 针对了我们东部地区的花莲县纵谷呢 一阵的台东地区发布了高温的灯号 是黄色灯号 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 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外出记得多补充水分 并且做好防晒了 而目前在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 它会往呢 这菲律宾的方向来前进 持续发展之下呢 有机会形成台风 但是对台湾会不会造成影响 目前变数还是很大 我们会持续为您观察它的动态